翻转未来科技新想象 发展前瞻科技新商机 探讨智慧科技新主题 以创新科技为主轴 整合产业永续发展资源 让科技产业盛火 从高雄起跑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合作直播 各位听众朋友 以及脸书前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节目 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蔡匡忠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音乐产业 现在与未来的下集 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 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聊什么 我们上个礼拜请到高流的执行长 李幸运执行长 来跟我们谈一谈音乐表演 这个领域 这个产业 我们谈到作词作曲录音 出版还有演唱会 而且上个礼拜这个我们李幸运执行长 特别广告 因为最近是金曲奖的这个季节 所以在高流有很多的活动 所以如果我们对音乐感兴趣 除了这个观赏高流这么漂亮的建筑以外 可以进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很多的workshop 一些座谈会还有很多的课程 都可以让我们对音乐产业有更多的了解 尤其现在有北流有高流 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贴近音乐 每一个人都可以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养分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要谈到音乐产业的这个下集 我们要来谈一谈乐器产业 还有音乐教育产业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第一位是大仓乐器行的蔡顺利傅礼 大家好 傅礼卖乐器卖多久了 37、8年 37、8年 哇好长一段时间 37、8年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是民国111年 所以是从民国71年 民国71年 那个年代跟现在卖乐器有没有差别很大 是现在比较好卖还是那个时候比较好卖 那个时候是刚刚 台湾刚刚有在进去启会的时候 比较不好卖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使用者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那慢慢的到了到70、80年的时候 就会很丰富卖很多乐器 卖很多乐器 比较好卖 但是现在因为 应该是新生人口数的下降 造成产业它就萎缩 慢慢现在就已经有比较走下坡 那乐器一般我们都讲说是夕阳工业 现在乐器是夕阳工业 对 在景气好的时候它还没有好 景气不好的时候它 可能会先不好 那等到景气好一阵子以后它才会好 是因为我 其实好像也蛮容易理解 因为乐器毕竟不是必需品 是因为现在是我们国内的教育 都是以升学为导向 那升学导向的话变成说学音乐是赤字 所以会变成说慢慢的会萎缩 而且现在目前又很多外来的竞争 比如说煤鱼或是电脑 比如科技 小朋友要补习或者是要去学一些才艺 现在很多元了 对啊 所以变成说竞争会大一点 就是把关掉这些课研 是 不过你刚讲蛮有意思的 70年代经济刚起飞 所以大家开始觉得可以去学学乐器 对不对 但是可能不晓得学什么 大概从钢琴是比较容易着手的 对不对 但到80年代 好像经济更好了一些 就更多人愿意投入去学乐器 但是后来因为少子的话 所以又变成这个音乐 这个产业 乐器这个产业又不像之前发展的这么好了 大概是这样子 是 好 那我们第二位要邀请的来宾是男子国小的周佩晶主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男子国小辅导师周佩晶 好 所以周主任事实上也是辅导的主任 是 也是音乐的专家 男子国小管乐是很有名 对 我们学校已经到现在 我们从85年成立到现在 对 也已经26年了 是 所以这个男子国小的管乐班 我刚刚有请教周主任才发现 哇 现在这个管乐也比我们很多听众朋友 小时候所印象中的音乐班 有很不一样了 待会我们可以多来请教一下周主任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蔡副理 因为我们这个乐器 乐器这个产业 好 我们想到的乐器 台湾有做乐器吗 我们有制造乐器吗 台湾也有制造乐器 大部分都是一些节奏乐器比较多 节奏乐器 那管乐器的话 就是目前比较有名的是萨克斯 厚里有一个工厂 萨克斯风 还有就是 整个是初阶的乐器 那因为我们这边的技术 跟外国有一点 应该是时间的关系 人家已经200年的历史 我们才几十年而已 所以在制造的过程 品质上就会有差异了 所以我们还是有 但是现在除了萨克斯风以外 就是偏比较简单 就是初学者用的 是可以这么说吗 对 那我们台湾有自己做过钢琴吗 早期有 我们早期也有 有 那倒是 比较 其实品质 OK 差不多而已 有很多产牌 但是慢慢到时间久以后 因为品质的关系 比较起来的话 故障力高的话 这边慢慢的被淘汰掉了 所以故障率 钢琴会怎么样的故障 钢琴就是弹不回来 弹不起来 音调不准 音不准 好 变常要调音 要调音调不准 一般正常 钢琴是半年要调音一次 半年就要调一次 那它可能是一个月 或两个就要调音了 是调音调不准 我以前还谈过 就是谈黑箭的时候 黑箭突然断掉了 还有这种事 所以我们早期也是有钢琴的制造业 但是因为可能还是品质上 还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后来就变成 全世界好像现在也就集中 好像就听到那几家 这个制造乐器 做钢琴的这个公司了 对不对 在台湾比较大家普遍使用的 应该就是YAMAHA 还有柯柯 这两个品牌 那比较专业一点的就是史坦威 史坦威 史坦威 史坦威感觉是比较厉害的人才去 对不对 比较多钱的 就是国家级音乐厅里面会放的 那个就要有点程度了 对不对 那请教副理 那我们音乐的乐器产业 它也有什么上游中游下游 这样的产业链吗 现在目前台湾的上游 就是以外国的公司来台湾 社分公司变成总代理 那他并没有在人事的销售 他都给下游公司惹 所谓的我们叫经销商 或是乐器人事部来卖 像我大仓就是经销商 那目前的工学社就是 联手店的经销商 联手店 因为工学社在台湾有30家分公司 各地都有 他是目前是最大的一个经销商 那乐器行大概有哪些业务 乐器行就是有分键盘 管弦业 还有中国乐器 但目前最新的是电子软体公司 电子软体也有 因为现在电子业器也是很蓬勃发展 应该说我们乐器行各式各样的乐器都有在卖 那除了卖乐器呢 还有什么样你们的业务 那有那个维修部门嘛 对 好像有维修部门 然后销售部门 对一般来讲 你换卖乐器的话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服务维修 服务跟维修 客人才会再回流嘛 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维修人员 调音师 或是管弦器的维修师嘛 是 然后这个就是要培养 客人来我们才能够第二次再贩卖给他嘛 是 那乐器行现在也都会开培训课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经过乐器行 那一般来讲 现在目前我们像 卓卓恩他们的音乐班的话 就是 即使在前期的时候 乐器公司为了生存 他必要为了他卖乐器的话 他必须要自己也要有音乐班 音乐教室 那像最大宗 就像那个 四岁到六岁的团理班 还有这个 个别乐器班 那就 这些就是培养学生一个地方嘛 那学生学了一阵子有兴趣的话 他当然就跟你这家文事部买乐器嘛 是 那买了乐器以后 他就学了一阵子 他变成说 也是一个收入来源啦 也是养活这家店的一个最大宗的来源啦 是 因为你乐器公司没有卖乐器 没有人跟你买乐器 你这乐器公司就准备要关嘛 是 所以说培养的学生以后 他到就到国小去的时候 小学他有音乐教室音乐班嘛 那就是有的是 去上音乐 像周春那音乐班 那个团班 然后是节座会器班 那小学本身他又有 他自己也有培兴学生 因为两方面 一个是从外来的学生找来的吧 这是他有学过的吧 一个没有学过的嘛 这周春他非常内行 他会把学生带到一个团班来 租乐器的这个情形多不多 租乐器现在比较不多 是因为有电子乐器的蓬勃发展嘛 不用租了 直接音色就可以 电钢琴 像只有电钢琴 就是一台几千块几万块就可以买到嘛 电子乐器嘛 那你要租钢琴 租回去的话 一台一个要 要一千块左右的那个租金 还有应费 还有调音 美和 而且这么大这样的空间嘛 所以现在的话 租任业可能就比较 不是太 不好不好经营 是所以刚刚谈到 现在乐器行 除了要收售乐器 就租赁 那另外维修 还有培训 这些工作好像都是在乐器行 我们会看到 虽然现在租乐器比较少了 然后电子琴自己就可以 以一挡十 他可以自己 有非常非常多的音色 可以展现出来 不过刚刚副理也谈到 你们在乐器行 要培养这些调音师 这个调音师 有没有一些条件 调音师大部分都是由内部来 员工去选择音感比较好的 还有本身他对乐器也内行的 他必须要有这两个特点 所以他也要会谈重乐器 他也要一点点谈维修 因为他将来维修以后 到底有没有修理成功 跟他测试的有关系 他修一修 没有测试 他就拿到学校去的话 然后又是坏的 那怎么办 所以调音师 他会在这边已经把关拔好了 应该不只是调音师 包含像我们管乐器上面的乐器维修师 他也要会吹这些乐器 等于说他是乐器 差不多 因为他修好我们小朋友的乐器之后 他一定要先测试 测试到底他有没有把他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那一样跟刚才副理说的一样 你如果没有先测试好的话 你拿回去交给孩子 结果乐器还是不行的还是错的 这样子 这样应该我们下次就不会找他维修了 所以是有服务才能有换卖 服务是比较重要 你乐器再怎么好 服务不好的话 也不行 所以乐器维修跟调音也是一个学问 对非常重要 自己要会弹 还要有那个音感 听得出来这个乐器有状况了 这个真的都是需要一些天分 应该说吹久了 他应该就也知道说他有什么问题 像我们的小孩子 他乐器吹一吹 他就会发现 为什么比较不好吹 他就会知道说 可能案件哪里有漏气 或者是他的联动发生什么问题 这样的话代理商他也会来跟我们辅导 可是代理商本身他是制作业器的公司 他们也有很多的音乐人才 他就分阶段来帮我们培训调音师 培训管内的维修师 当然管内维修师他有一个方式 就是说你要进步的话 我们又给你一个急速检定 比如你到某个急速某个检定 那公司会给你再加码一些薪水给你 虽然的话大家才会进步 不只是我们学钢琴有几几几几几要爬的 调音师 维修师也有急速可以爬的 他不同的维修市场收费的状况也会不一样 应该有一些乐器可能特别高档的 可能就修起来特别不容易 或是演奏用的 那会不会要急速比较高 段数比较厉害的调音师才会调 应该都需要比较厉害的调音师 或者是维修师 那刚复理谈到我们这个音乐乐器产业 当然绝对要有人嘛 所以人才的培育当然很重要 刚刚我们也知道男子国小的管乐班 其实现在很厉害 我们以前听到都是音乐班 所以现在都还是叫音乐班吗 还是有什么样 现在的国小 现在国小我们分成了两种不一样的形态 一种叫做艺术才能班 那艺术才能班里面 它又有分成艺术才能音乐班 然后艺术才能美术班 跟艺术才能的舞蹈班 OK 那我们音乐的部分 就是艺术才能音乐班 那另外一个还有音乐之忧班 像信义国小他们的就是音乐之忧班 那教育部呢 他是把这两种把它区分开来 我们的现在的音乐之忧班 像信义国小的那种音乐之忧班 他呢 小朋友是没有在同一个班级的 他其实是分散在各班 那有要上他们的专业科目的时候 才会过来上他们的专业科目 但是其他的时间还是在普通的班级 那像我们艺术才能音乐班的话呢 我们的孩子就是集中在同一个班级里面 就是国语数学啦 什么都是对都是在同一班上课 是 那这两种班的小朋友的条件有没有不一样 自由班应该都很厉害了是不是 对自由班就是他先前他就已经很有音乐的基础了 他可能未来就是希望朝这一方面发展 朝音乐方面发展 但是我们音乐 艺术才能音乐班的话 他其实是在民国88年的时候 那时候呢 教育部他颁布了一个高级中等以下学校 艺术才能班的设立标准 然后他是希望能够把艺术普及化 不要让大家觉得好像学艺术是一个很花钱啊 或者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科目 所以呢他就把他希望推广到 比较大家都可以接触到的部分 所以呢他那时候就有开放在那个 国小是从三年级开始 你学校如果有意愿的话 你可以申请设立这个艺术才能音乐班 那这艺术才能音乐班 可以有那个完全不会乐器的人参加吗 可以啊像我们很多小朋友 他就是在进来之前 他可能没有学过什么钢琴啊 或者是没有基础 但是都没有关系 就是我们呢进来之后 再慢慢的培养他这方面的能力 跟他的兴趣 哇所以他也是可以进去之后 再选一些乐器开始学习 是 哇好幸福哦 对因为就像我们男子国小 因为我们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民国85年就成立了 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艺术才能班 其实那时候是属于社团的性质 我们那时候的校长就是周玉庄校长 他自己本身呢也是学音乐的 然后他对于音乐这一块呢 他非常的喜爱 那他到我们男子国小来担任校长的时候呢 他就希望说在男子这个地方 可以让比较多人接触到音乐 所以他就跟教育局申请了一笔经费 然后在我们学校设立了一个管乐班 那时候叫做管乐班 那为什么会是管乐班 为什么不是弦乐班或管弦乐班 因为管乐器在乐器的那个价格上面来讲 其实他比弦乐器都要便宜一些 所以大家比较好入手 然后学起来也比较简单一点点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成立了这个管乐班 那一直到现在 我刚刚为什么讲说我这种班很幸福 因为我都想到我自己小时候 那时候家里没有钱让我去学乐器 我好羡慕 那些人会弹钢琴啊 这个就觉得哇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我大概都只会吹直笛啊 我们应该全台湾的小朋友都会吹直笛 对对对 那也很不错 好好像从那个 这个直笛成为我们国小生的必修 已经几年了 好久了 四五十年以上了 应该差不多 对啊 因为真的很好入手 对 然后大家可以这个直接可以练习 比较有点有成就感 对不对 所以我记得小时候就真的只会吹直笛 然后我还是又跑去那个乐团 我们那时候有像社团活动的这种乐队 可是我什么乐器都不会啊 所以就只能打鼓 还好我讲的比较深强体重 可以背那个大鼓 那时候比较多学校设立那个节奏乐队 对对对对 我小时候也参加过 真的 然后我记得每一天早上都要在升旗台 在那边演奏国歌 国旗歌 现在想起来真的也是 蛮有趣的 真的但现在的这个音乐培养起来就更不一样了 是 时代不同了 然后更多人可以投入 在经济状况也变得更好 对对 那我知道男子国小有连续三年都拿到特优 你们在男子国培养这个音乐素养 有什么样的概念 其实我们不是连续三年拿到特优 其实我们几乎是年年都拿到特优 这样子哦 对对对 那我们学校拿到特优 不是说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的努力的成果 其实就是所有的人一起同心协力 包含了我们的孩子 那我们学校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 其实都对于我们管乐班 对孩子的教育这一块非常的重视 我们才可以有好的成绩出现 比如说像我们的孩子 他平常除了说他在学校上我们的专业课程之外 他回家也一定要练习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他也会把乐器带回家 然后花时间练习之外 他也会比如说他会把他录音起来 然后就传给我们的老师 再传给我们老师 然后请老师帮他听听看 对不对这样 那另外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 也都会安排孩子的集训 甚至在比赛前都会利用假日的时间 加强练习 那个假日的加强练习也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比赛完之后 就会停止那个假日的练习 那有孩子就跟我讲说 对就有孩子说 主任这样不练习的话好无聊 可不可以不要停我们继续练 所以孩子是非常努力的 然后再来我们的老师 不论是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 或者是我们外聘的一些老师 大家对孩子的教育这一块 也是真的都非常的用心 像我们的分部老师 他不是只有在上我们的分部课的时候来学校 我们在团练的时候 我们在上乐团课的时候 这些分部老师也会自动自发的来我们学校 听听看孩子他吹奏的状况 然后有什么问题 那等到他上他分部课的时候 再去帮孩子做调整 那这些都是老师 他没有收取费用 他是自发性的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的指挥老师 我们聘请非常非常厉害的指挥老师 德国回来的刘辛海老师 他在我们音乐界真的是数一数二的 他对于音乐的诠释上面非常的细腻 那对于孩子的教育 他也有他非常独到的坚持 所以家长孩子都非常非常喜欢他 那更不用说我们学校的老师 我们学校的老师常常也会用休息的时间 那帮一些比较跟不上进度的孩子 另外做加强 那就是这样有很多很多人一起的努力 才会有我们今天男子国小这样子的成绩 真的很不容易 不过想请教 像我们在国小现在的音乐教育 是以培养更多的小朋友 有欣赏音乐 这些音乐的素养呢 还是我们会很希望真的培养一些 未来的演奏家 走音乐这条路的 在我们国小这一块的话呢 就像主持人所说的 其实是培养比较多人去接触音乐这一块 你要比较专业的话呢 他可能就是可以到了 他国小的时候发现说 他真的对这一块很有兴趣 他到国中的时候 他就会去朝音乐自幼班 甚至高中的时候 他就去考音乐班 大学去考音乐系这方面发展 但是国小这方面的话 还是以培养他的一些人文素养方面为主 所以一个学校要经营管乐团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乐团 真的要投入很多 校长要支持很多的老师 都要愿意牺牲 对 你刚才讲的时候 我都想到我自己小时候参加节奏乐团 现在想起来都很简单 但是都可以感觉到我那时候的老师好用心 然后都是义务 然后我们也什么乐器都不会 但是要把我们培养成可以去比赛 对 真的是一个辛苦的过程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就是看到孩子他有成长 他有进步的时候 其实我们老师都会很开心 是 而且我自己大了以后 才觉得说 哇小时候有曾经待过乐团 虽然我只会打鼓吹子底 但是都会觉得 哇那个对我整个人生的这个丰富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然后会更会去听音乐 然后也更喜欢唱歌 然后觉得音乐 好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对 所以就是一个开始 我们国小的音乐教育 就是启发孩子一个对音乐 对艺术的开启的一个开始 是 不过那从你的角度来看 这个小朋友的音乐启蒙 国小是太晚吗 还是像我们很多这样都 三岁四岁五岁就要送去学钢琴什么的 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嫌晚 只是说你比较早开始的话 有一些部分你是可以比较早训练的 比如说孩子的音感或者是节奏感这种 尤其是在音感这一块 他越小开始训练对他的音感的帮助是越大 你说像我们可能到了三十岁了 你说我要训练音感 这可能就有困难一点点 如果跟小孩子比起来的话 就会有差别 那如果年纪大比如说五六十岁才来学乐器 当然也永远不嫌晚 不嫌晚 觉得不嫌晚 但是乐晚学会有什么样的更辛苦的地方吗 手指不灵活 这个当然是要克服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比如说老花 你看不清楚 室谱人sen不好 室谱 tun世谱 对你可能要把他放的很大才看清楚 那个是什么音这样 dependent 本来乐谱只要两张纸了 被老花 Hod放一本 对 一般来讲喔 在乐器行里面 在培兴音乐学生的话 他的最开始是信任学生能够听得出来 還有那個律動感 律動就是這方面 自己說彈奏技巧的話 就是以後再說了沒有問題了 他到國小國中去都沒有問題 他這三方面聽唱彈 律動 鑑賞 這方面沒有學得很好的時候 將來他也是特別辛苦 這方面學好的話 他將來學那個是很簡單 我覺得那個音感培養起來之後 或是興趣培養起來之後 自然就會想發展對不對 不過我們也常聽到 我很多同學都會說 他們小時候彈鋼琴多麼的痛苦 那個是個別課啦 個別課 老師會打他的手指之類的 就打了嘛 你以前是不是愛的教 以前是用打的方式 所以現在比較不一樣了 現在不能這樣子 應該是說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 那個過程的確是會很辛苦 因為你要花很多時間去練習 那你沒有練好的時候可能就像在副理說的老師 可能就會敲你的手指頭還是什麼的在以前啦 但是其實這個等到你練好一首曲子 那個成就感就會變成是你推動繼續去學習的一個力量 是 對 所以兩位會覺得我們是先培養小朋友感興趣 再去學樂器 還是不管你有沒有感興趣 反正你就先學 然後把你逼逼逼逼逼 長大了你就知道 這個概念就不一樣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在學習音樂上 不是只有學習音樂這件事 他在整個音樂訓練的過程中 應該說我們比較著重的是在於 怎麼訓練孩子的一個學習態度上面 比如說你想要達成這件事 你就一定要先有付出嘛 那你才有辦法達到後面說 你可以把一個曲子練好 那我覺得這在對於孩子的整個成長的學習過程上 對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 對 好 我們今天聊音樂 這個不是只是談談樂器 原來跟我們人生 或是我們的生命的培養 都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到南方科技神節目 聽說在商店裡播放電視、收聽廣播 都要取得音樂授權 是真的嗎? 哦 只要看情況而定 如果只是單純打開電視或收聽廣播 是不用付費的 但如果是在接收電視、廣播節目之後 再拉線加裝多台電視 或用呼音設備傳送給客人看或聽 或者是在店內播放CD 那就要付費 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哦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關心您 高溫可能引發心臟、腦血管、呼吸性疾病 熱衰竭、熱痙攣甚至導致死亡 是很危險的哦 尤其是老年人或者是戶外工作的勞工朋友 特別需要注意 如果您覺得體溫升高、心跳呼吸加快 皮膚乾紅、頭暈、頭痛等疑似中暑症狀 就要快到陰涼處休息 您可以鬆脫身上的衣物 使用濕毛巾擦拭身體 幫助降溫 維持環境的通風 也可以喝加鹽的冷開水 或者是稀釋的電解質飲料 如果還是不舒服 就要馬上就醫 炎炎夏日慎防重暑意外 高雄943 觀心靈 各位高雄電台的聽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黃之中 從清晨天靈到深夜的高雄電台 已經40歲了 祝高雄電台40周年生日快樂 歡迎收聽高雄廣播電台 FM94.3 AM1089 大家好 我是疾管署防疫醫師詹佩君 大部分的COVID-19兒童感染者 症狀叫成年人輕微 在熟悉的環境進行居家照護 有助恢復健康 如果兒童活動力不佳 試睡或者是出現喘 或呼吸困難等警示症狀 請立即聯繫119 緊急時可由家長接送前往醫院 疫情非常時期 持續落實防疫 守護彼此健康 由政府請安心 以上廣告由行政院與機關署提供 前瞻的 未來的 您現在所收聽的是 提供您最多科技產業新知的 南方科技城 歡迎回到南方科技城節目 我們今天聊的是樂器 還有音樂教育 因為我們在上個禮拜特別談到 音樂有很多不同的層面 那我們今天特別聊到 樂器絕對是一個 音樂產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剛才聊到 我們其實台灣以前也是有 自己做鋼琴的 但是做出來的品質跟國外 可能還是有一段差距 所以後來經過這個 很激烈的競爭之後 慢慢我們台灣自己做樂器的 就越來越少 當然Saxphone 是我們台灣的樂器之光 賣到全世界 我們剛才也談到 在樂器行裡面 現在不只是賣樂器 還有租樂器 或是樂器的維修 還有開訓練班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會去 樂器行可以提供的服務 另外在學校的音樂教育 也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剛剛有特別請到 我們男子國小的周佩晶主任 有跟我們聊到說 在國小還是希望培養學生 音樂素養 聽音樂 欣賞音樂 然後會一些樂器 慢慢讓大家覺得音樂是 我覺得這個對於未來的人生 是很大的養分 就是把它變成是 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是 像我們很多孩子 他可能到了大學 他並不是讀音樂系 可是他就會參加學校的 自己的社團 甚至組band 現在很多人組band 對啊 所以我們在樂界就是 強調快樂學習 快樂學習 快樂學習 也就是這樣子 他喜歡快樂 就容易上 容易學 對 我們剛才聊到很多 小朋友以前 或是我們現在聽 這個聽眾朋友 可能小時候學樂器的時候 有一些不好的經驗 對不對 被老師打 被爸媽逼 每天一定要練琴幾小時 但是現在好像這個 教學方式有點不太一樣了 對 跟以往一定是不一樣的 是 現在比較愛的教育 然後希望培養這個素養 對不對 是 培養興趣 對 我覺得我們現在真的 這個不管是 不只是音樂教育 其實所有的教育 我們現在都開始改變了 對 希望感興趣很重要 然後未來成為他一生當中 這個音樂都是一個很美好的部分 是 真的很棒 那我們 接著我們要來聊一聊這個樂器 樂器 要去樂器行選樂器的時候 有的時候它的價差很大 為什麼會價差這麼大 材質嗎 還是有一些品牌就是特別貴 蔡富林您覺得 是品牌跟品質有絕對關係 那當然品質好的品質 它的材料來源也是比較不容易 所以它加起來的話 它的樂器都會有一個價差 是 但你是初學者跟學習者的話 你要買樂器的時候不要去追價錢 不要去追價錢 去追你適合你使用的樂器 最重要 你如果 有時候就是 如果 請他試吹一下 也可以試吹 他喜不喜歡 吹的感覺是怎麼樣 因為樂器的構造 跟我們要吹奏也有一點關係 所以每個人 吹同一把琴 是會不一樣的 對當然一定是不一樣的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專業的人員 專業演奏家 他吹的樂器一定跟我們小朋友 初學的人吹的樂器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是說這個樂器好 你就適合他 應該是說你在什麼階段 你適合用什麼樂器 就比如說剛才 我們就比如說 好今天我是一個剛學會開車的人 那你今天叫我去開 不要買太貴的 不可能馬上撞車 對不對 就是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我們可以 依自己的年齡 或自己這個初學的程度 選擇適合自己的樂器 選擇自己的適合 那我怎麼知道適不適合 我在初學的時候 音都吹不好 我怎麼知道是我的問題 還是我不適合這個樂器 通常我們會有 那個我們的專業的老師 他會給孩子一些建議 就是你初學的 那老師知道說哪些品牌 比較適合孩子 初學的時候使用 那他就會建議他說 你就是用這些樂器 用這些樂器下去做選擇這樣子 對 那另外 就是也不要買太貴的樂器 因為像我們小孩子 他的細心度沒有像大人那麼好 所以他可能拿著樂器 拿一拿他就不小心就掉到地上 或者是他就去撞到牆角之類的 那樂器就凹下去 就會常常需要維修 那你如果今天買一個很貴很貴的樂器的話 那媽媽可能會心很痛 對 覺得價錢怎麼那麼貴 所以通常我們 對於初學的孩子的話 我們也不會建議他說 你一定要買到多專業的那種樂器品牌或型號 是 對 或者是說先以比較基本款 先學 先練習 對 然後真的感興趣 也隨著你的程度提升 再買好一點的樂器 對 但是你也不能夠去買一些 比如說他就是很便宜的那種 用很低價的價錢的 然後品質不好的樂器 那個學起來對孩子來講也是一個壓力 反而對他來講他怎麼學因為樂器本身的問題 其實他怎麼吹都吹不好的時候 他的挫折感就會很大 所以我們這些專業老師 他推薦的樂器就很重要 對 所以什麼階段的學生就用什麼階段的樂器 是比較適當 還有要考慮家裡的經濟狀況 那這個階段他買這個樂器 可以很多品牌可以選擇 對 你不一定要某個品牌 那老師建議這幾個品牌 你可以去看看 去試催看看 還有你看看一下 這個公司的服務品質好不好 因為買了以後 將來還是要回樂器店 維修服務啊 那我們最怕是說 樂器賣了以後變成孤兒 對這個真的很可怕 最怕這樣子 買了最後都沒有用 沒有人維修 沒有人維修 對他買回去的話 樂器公司他不會幫他維修 他只賣而已他不會幫他維修 OK 那這樣的話他就沒有辦法上課了 對 所以說我是建議說 什麼階段買什麼樂器是比較好的 OK 不是要買貴的 不是貴的 不是買貴的 那品牌是我們要考量的嗎 我覺得在初學這個階段 反而品牌不是一個主要考量的點 對 什麼品牌都有適合孩子吹的樂器 有一些你可能沒有聽過的品牌 但是實際上他做得很好 那還是很適合孩子使用 是 所以老師就會推薦 對老師會建議 那在樂器行呢 會不會就要一直推銷我們買貴的 如果一般來講 看那個賣的人 他如果業績壓力很重 業績壓力需要業績的時候 他可能會沒有良心推比較高檔的業績賣給 不過也請教蔡富瑋 已經賣樂器接近40年 價格比較高 剛剛講說他還是有他厲害的地方 但他這個厲害在哪些地方 這是他的材質跟材料 還有他做工的細密度 工的細密度 有差 那本身他的品質是跟 品質是關於他將來品牌的永續經營 所以大品牌他們這些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那當然就很貴 就很貴 但是我們如果我們學習者的階段沒有到位的話 來買這些貴的話 你也沒有辦法表現你非常好的藝術的才能 所以說什麼階段買什麼業績是最重要的 但是品牌的 他的價錢的貴是跟他品質有關係 我打個比例用場體就好 場體就有這樣講 吹口板存飲 吹口管存飲 整支存飲 這三個價錢絕對是不一樣 吹起來聲音也絕對是不一樣 但是你沒有這個階段 沒有這個能力 你買一個非常高檔的場體來 你也吹不出好聽的歌出來 應該是說比較好的樂器 他對於音樂的表現力上面來講 他的張力就會很大 可是你今天技術沒有到那邊 你技巧沒有到那邊的時候 其實這個樂器對你來講 反而沒有什麼用處 沒有辦法表現這個樂器的優點出來 對 就浪費了這個樂器 因為好的樂器 它不見得是好吹好控制的 因為它的表現力要強 它的張力要大 所以反而它必須要你技巧有到那個程度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控制這個樂器 你才知道要怎麼去表現它 對 那當然價格就是比較好的樂器的話 它的一些細節真的做的都會比較細膩 對 所以相對的它在吹奏的時候 它才能夠有比較大的表現力出來 是 有時候我們會聽到那個 比如說拉小提琴 要拉那個百年明琴 對 對不對 什麼木頭 那個穿透力的關係 都會不一樣 那個不好的琴 你這邊拉出去的話 到中間聲音就沒有了 對 那好的琴 你這邊拉出去的話 到最後都聽得到 穿透力 穿透力 因為它的材質有關係 那樂器有那種擺越久越好嗎 如果都好好維修的話 要看材質 對 看材質 所以有些樂器的確擺越久跟古董一樣 就特別好 對 他們有比如說像法國號 它有某一個年段某一個品牌 那個時期的材質特別好 那大家就會想要保存這個樂器 或者是薩克斯風也有 對 就是在那段時間所做的 就是特別是某些材質的 那個材質特別好 它甚至這個型號 對 這個型號到現在還有生產 但是呢 反而是那個時期做出來的 賣的比現在新的還要貴 那個二手的比現在還要貴 哇 你剛剛講我覺得好像喝紅酒 要特別看哪幾年的葡萄 種的特別好的 對 哇 所以真正專精於某一家樂器 它可能就會到某個程度 就會說 我這個樂器比如法國號 哇 哪一家公司的 幾年幾年幾年的 是特別棒的 就會像我們在買車一樣 我就是要特別去收藏這一把樂器出來 哇 不過那個到收藏樂器 已經是另外一個等級了 對 像我們去騎美博 我看到這個學龍先生 收藏各種的小提琴 對 沒錯 那個就是已經 哇 這個喜歡音樂 喜歡收藏 這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做的 不過剛才我們聊的是買樂器 樂器買了以後還是會要維修保養 維修保養會不會價錢也差別很大 價差蠻大的 對 可是這種有時候就是看維修師的技術 還有它是不是對於這個價錢 它的定價是多少 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對 那維修對於我們國小的學生來講 其實真的很重要 就剛才像蔡副理說的 有的時候學生他買的樂器 那個樂器還沒有負責維修 那我們可能孩子樂器壞了 他想要找地方修的時候 沒有地方修 或者是呢 都要等個一兩個禮拜啊 或者是一個月樂器才會回來 那等於說這一段時間 孩子他就沒有樂器可以學習 對 對啊 然後維修師他的那個技術 技術有差 其實差別也很大 就比如說我們學校的孩子 曾經有拿回來 發現說他那個樹底啊 拿回來之後糟糕 怎麼還是不能用 後來拿給別的維修師 專業的維修師看的時候 他發現他那個接合的地方啊 他是用直接用快乾下去黏 但是其實他是不能用快乾 絕大部分 不專業的維修師 對 其實這個也都還是有 所以有時候就蠻困擾的 是 那維修師本身有分等級啊 那我剛剛有跟報告嘛 就說 代理公司他有義務來訓練 我們經銷商 或是維修 或是店的維修的人 對 因為他們是最高等 他們知道他們生產的 這個業績是怎麼樣 他們會來幫我們訓練 什麼怎麼樣去處理 怎麼樣去維修 怎麼樣去更換這個零件 對 那當然維修師他比真的要長進啊 他要夜修 他工作會越好啊 是 這樣的話他能夠服務 會好一點啊 所以 技師有差啊 真的有差 最近這幾年 比較好的技師 開始比較多一點點 像我早期我們管樂班 剛成立的時候啊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樂器維修師 那那個時候就很可怕 我曾經聽過某一個學校 他們的那個上帝音號 音怎麼吹都不準 然後呢拿去維修 結果那個維修師居然是想要把它 拒掉他原本的樂器 所以我覺得在當時候啊 真的整個樂器維修的狀況是很糟的 對 那現在慢慢的就是有在培訓一些人出來 就好多了 是 他有SOP啦 其實有SOP 維修師 上一層的公司他們有SOP的信任 維修師他到某家做什麼事啊 換什麼 到某家換什麼零件啊 來把樂器把它修好 因為這些關係到這個品牌的永續經營 一個維修師 服務很重要對不對 對 會回來 讓這家公司是不是能夠 永續經營 一多人跟他買樂器啊 容易賣樂器這樣子 比如說我拿去維修 結果這一個牌子的樂器 怎麼修都修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孩子說 那你不要再買這個樂器了嘛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樂器 它維修的狀況都很好的話 那當然就會覺得 就是繼續買這個樂器這樣 所以我們維修可能還是要找比較信任的樂器行 或是你當初買樂器的時候 就應該要找這個服務比較好的公司啦 對 其實這個都很有關聯 然後大家都會口口相傳 對 哪一個維修師啊 他是維修比較仔細的 維修狀況比較好的這樣 所以維修真的也是不能隨隨便便的 要不要好好的樂器被樂修越壞都有可能 對 應該說買樂器很簡單 但是後續的維修才是重點 是 對 我們最近除了剛剛大家想像的管樂 弦樂 現在電子樂也越來越多 電子樂這樣的發展 對樂器有沒有很不一樣的衝擊 電子樂是 電子樂器 電子樂器早期是因為我們它的 我們技術環境 第一個是我們台灣有噪音管制的法 他如果在家彈鋼琴 或是吹沙克斯很大聲的時候 隔壁會看會不會去告 對 那變成說 就買電子回來 我可以戴耳機啊 可以調大小聲啊 來練習 那第二項電子樂器有個最好的 目前是結合電腦軟體 如果你是在玩樂器 玩得非常有概念的時候 他就會加一些電腦軟體進來 產生很多一些 一些可以上課練習的一個效果出來 而且那個軟體很厲害 有時候就是你彈一個旋律 他自己就幫你把伴奏都配好了 對啊 然後幫你作曲都做好了 像老師他如果學校要做考試鍵的時候 他已經把譜寫好了 但如果說不對的時候 他只要一個鍵進去的話 全部都改了 就是一種叫寫補軟體就改了 那這個也是幫忙一般寫音樂的人 非常方便一個減少時間一個方法 那再來就是你本身 現在有一個可以用網路喔 網路比如說你在美國接網路線 在業氣上 我在這邊也是接網路線 我們兩個就可以互通了 你在那邊教我怎麼談 我在這邊就可以吸收你怎麼跟我上課的一個方式 你就不需要用虧過來台灣 所以現在電子業慢慢的會會頻繁發展 是因為他科技的進步 產生他電子的在推廣的話很容易推廣 是 現在你看我們台灣有兩個流行音樂館 就是台北跟高雄嘛 對 流行音樂館裡面的樂器幾乎都電子樂器 幾乎都電子樂器 電子樂器 電子鼓 五年器 喇叭 做起的 改人聲的 改什麼 都是從電子樂器去修邊的 上大學裡面就有什麼應用音樂系 還有那個叫做表藝系 這些有台前跟台貨的一些課程 它裡面也是用大量的電子樂器在做上課 所以跟我們以前傳統想的有差別很大 但是像卓老師他們的樂團的話 就用電子樂器就有時候是要取代 因為一般的傳統樂器的聲音跟共振 是比較豐富比較好的 你用電子它是一種 它是沒有辦法取代傳統樂器 它只能說我沒有這個樂器 像廣東琴那麼大 我這邊沒有廣東琴 我只用電子錢來做取代用 只有再取代用 但如果傳統的管弦樂班的話 它電子樂器只是幫忙它補充不足而已 它還是沒有辦法取代傳統的樂團 沒有辦法 所以小朋友一開始從小學 還是要學我們想像比較真實的樂器 對 孩子來講會比較好 因為它整個對於樂曲的學習上面 對表現的層次都會不一樣 然後就剛才說的 雖然是說音樂的軟體現在發展得很好 就是電子業結合軟體的部分 可是相對的它對於有一些我們基礎的東西也會被抹滅掉 比如說剛才我們說 你把這個音輸進去之後它就會自己做曲 可是你就忽略到了你原本你基礎你該學到的它的和聲的進行 或者是它應該要怎麼去詮釋這個樂曲 反而對於學習音樂來講 有的時候也不見得就是一件好事 它幫你處理掉了 你沒有學到 因為它幫你處理掉沒有學到 感覺很速成 但是那個過程就少了很多的培養 少了很多自己的創意等等 或是自己嘗試錯誤 但是對於音感或對於整個音樂的體會 那個訓練過程就沒了 你的基礎反而變成是不足的 是 所以電子音樂它其實是另外一塊發展的地方 但是也沒有辦法完全去取代於我們傳統的音樂 他們兩個是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領域 則是會互補而已 可以互補 然後現在不是有很多樂團 它也會結合就是用電子的東西進去 對 比如說像那個 他們會用那個 加進來一些水滴的聲音 用電子加進來這些聲音 然後配上樂團 對 現在很多樂團也會做這一塊的演出 它只能豐富這個樂曲的一個表現 它不能當成主要的一個樂曲的表現 是 好我覺得很多樂器它還是有它很獨特的聲音 對不對 而且每個人吹的感覺 你的情感 那個都很不一樣 對啊 對啊 它用在什麼地方 就是它不好 它也是很好非常好用 它用在什麼地方 像我們街頭一眼 它是兩個喇叭 一個混音器就在那邊演奏了 或我們看到那個 它伴奏是用它的USB已經摳好了 就演奏了 或者那個孔鏘老師一個人一人樂隊 對啊 那台電影其實就搞了整個樂團 是 所以我們看到 哇這個 雖然現在這個很方便 但是真的還是不能取代我們傳統的 那個音樂的培養 那個練習的過程 我覺得對小朋友的人格 或是整個素養的養成 都不可磨滅 對還是有它不可取代的部分 是 那我最後想請教兩位 前陣子的疫情 對於樂器行 對賣樂器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它賣更好還是更不好 我剛講這個樂器 本來就是西洋工業 那景氣好的時候它還沒有好 景氣不好的時候 它還沒有不好 沒有增更上來 所以說這兩年 樂器行大概 盪了大概50%的營業額 50%啊 50%營業額效 因為第一個是 生產工廠它 防疫期間 它上班的不標準 不正常 那不正常上游工業 它 它的 生產的零件 附件 不正常 它下游工業 它也沒有辦法更上啊 那下游工業 需要供應好的 小零件給上游工業 它也沒有辦法 所以就會把 一個成品 製作的時間拉長 拉長啊 那像現在目前來講 目前我們現在賣了電子業器 幾乎都要三個月到半年才會交貨 目前 那以前沒有疫情的時候是 以前的話你隨便才買都會給你 好像都可以有貨 真的啊 貨也很便宜 尤其是我們比較多都是進口的啦 對 所以就要 對啊 還有航一點 這樣啊 進口就是 船啊 進口就是 船它也是 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它就 進來都很少啊 所以 疫情跟 目前的業器公司 真的食傷很大 是 但好像沒有聽到 樂器行有在紓困的範圍 是不是 有紓困嗎 不可能紓困 因為它都吸引工業 它怎麼會吸引藝術困 是 其實在大部分來講 業器公司它 不是我們主要的一個 喔 對 如果這個業器公司 是一個科技公司的話 你看緊不緊張 對 那也想請問 周主任 疫情對於在國小 RUN一個樂團 是 有沒有影響也很大 影響非常大 就是 分兩個部分來講 那時候疫情 雖然有疫情 但是還可以實體練習的時候 就是還可以到學校上課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孩子的距離 練習的距離要把它拉開 然後呢 老師呢 隨時呢 都要去清潔那個 把手啊 然後消毒啊 對 做很多這些工作 那 後來改成線上上課之後呢 哇 那工程就更大了 那大家 就要開始去學怎麼在線上 線上上課 那還有我們的家長 還有我們老師喔 大家都很用心 為了讓整個線上的課程啊 可以比較順利 大家都去加強自己的設備 對 都願意花錢 然後讓孩子買好一點的設備啊 聽得比較清楚的 或者是他樂器吹出去的聲音 比較OK的 對 所以都 非常的重視孩子的教育這一塊 對啊 那就是希望 趕快疫情過去 讓我們可以恢復正常的練習 是 那這方面的話 對樂器行是沒有幫忙的喔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上課 沒有練習 就不會去買一些 護件啊 業器啊 就等於是 停擺了 喔 他們沒有練習 我們就停擺了 是 所以我剛剛講 為什麼要盪50% 就這個眼鏡在來 嗯哼哼哼哼 而且有很多吹樂器 很多都要用到嘴巴對不對 是 所以那個時候疫情就特別敏感 對 大家都很緊張 大部分樂器不太可能戴著口罩吹 對啊 好 這個疫情對於我們這個音樂成員 真的影響還是蠻大的 是 無論是我們上個禮拜所談的這個演奏表演 好 這個不能可以演唱會 這個影響很大 對剛剛講對樂器行 好 對於國小在這個音樂班 好 其實他們的練習也都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好 那我們今天聊的音樂產業 好 從這個樂器行的角度 好 也從我們音樂教育的角度來談樂器 好 我想這個音樂絕對會在我們人生當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國小的音樂老師 其實都對這個孩子有一身非常大的影響 好 當然要買樂器就到樂器行 這個有人來教我們 然後也有好的工具 好 我想這個就會讓我們整個音樂產業 讓我們的音樂素養可以被好好的培養 好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今天節目也要進行到這邊 非常謝謝兩位來賓 謝謝 也謝謝所有聽眾朋友的收聽 前瞻的科技的未來的南方科技城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我們空中再會 拜拜